湿敷的方法步骤有哪些 首先先用温和的洁面产品 先将面部清洁 然后取干燥干净的化妆棉 用化妆水将其浸湿 然后不要剪成碎片 干预别贴在额头 亮颊 以及下巴 兜里 如果大了的话 可以把它剪成合适的尺寸 如果是敏感肌的话 不要超过5分钟 湿敷的程度 5到8分钟为最佳时间 完成以后 再进行正常的护肤步骤即可 5分钟 1分钟 5分钟 2分钟 1分钟 恢复 刊